那这个事是怎么打破的 是2022年8月4号 美国当时的众议长佩洛西这个老太太 窜访台湾 那这个时候对不起 我们的军舰就一下子就越过去了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这条线是勋照不鲜的一条线 而我们当时有我们海空力量比较薄弱 我们希望有这么条线 拦住台湾岛上的蒋军过来搞破坏 但是法理上我们是从来没有公布 承认过这么一条线 那后来随着我们大陆海空力量不断的强大 这条线呢 逐渐逐渐的被我们大陆的脚军的镜头所突破 特别是2022年 佩洛西参访台湾的这次演习 这几个粉红色的区域 就是2022年演习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我们这几个演习区完全射到了台湾海峡的移动 已经把台湾岛整个基本上给它围住了 那这几个区域里面 你们看离台湾本岛海峡的距离 那么在东北这个演习区域只有18.5公里 最北面这个演习区域只有22.5公里 海峡中间这个演习区域呢 对离台湾海岛海峡只有60公里 那么在最近的就是在台湾岛的南部 这个地方叫俄兰比这个尖尖 那么这个演习区域离台湾的海峡最近只有9.5公里 这个边线的画在这 这儿呢是16.5 那么在这个演习区域主要是封锁巴士海峡的这个区域呢 离台湾的这个岛呢 只有55公里 这是2022年演习区域的情况 好下面我们再看 那么这次演习呢 就是我们彻底的打破所谓台湾海峡中线的限制 对台岛进行全面的围斗的一个一个态势头